足球球隊的最新資訊 大家好 歡迎收看足球隊條 今天又拍大巴為大家報導一些足球的最新資訊 這節的節目就想跟大家說一下 FFP和利物浦究竟有什麼關係 大家都知道 FFP中文就叫做財政公平條例 無論是歐洲足協或者英超 都希望球隊可以兩日為出 尤其是近年很多球會 包括英超的球會 有很多有錢的班主 進入了很多錢去球會 很多時候令到駐會費或者人工 天文數字 FFP就是希望各個球會可以兩日為出 真的有這麼多收入才花這麼多錢 一些投資方面 尤其是在球員和人工方面 剛剛萬成被罰 最嚴重的罰則 禁賽歐洲賽兩年 但是原來這篇文章 Guardian的報導說 原來FFP真的可能幫到英超球會 尤其是利物浦這個重建 其實都是有很大的因素 我們儘管看看 我們儘管怎麼說 Guardian的標題是這麼說的 FFP扭轉了英超球會的營運損失 也都是幫助利物浦 OK 近來來說 萬成由於犯了FFP的條例 將他們的賺助費用高估了 其實有一部分應該是他們的班主 阿布達比直接注入 就不是贊助來的 所以就犯了規 所以就犯了規 FFP也都是扭轉了很多球會的營運方式 在2013年 FFP也引入了英超 萬成是一個非常有野心 去創造一個足球的王國 當2008年 這個Manshaw 阿布達比這個人士 接收了萬成之後 他就很有野心 希望可以建立一個足球王國 這個FFP的條例 就正正跟他的理念有相反 因為他就不想 這班主就用了很多自己的金錢 去花費在球員的身上 令到競爭的公平性就減低了 所以其實Manshaw 這個萬成班主 對於FFP一直都覺得 不太理想 跟他的理念有所不同 甚至乎2014年 他也曾進入法庭 告歐洲捉協CFCB Club Financial Control Body 這個球會的財政控制的組織 當時來說 萬成的虧損是1億8千萬歐羅 財政公平條例 所容許是4千5百萬歐羅的損失 所以多了三倍又多 這個FFP的想法 就越來越盛行 因為已經走了幾年了 也有些批評 它會影響到一些 類似萬成的求會 發展 因為始終有個新的班主 注資之後 其實他們就可以發展得更快 有些參與這條條例的人士 反對這件事 因為他們覺得 這個財政公平條例加上 這個叫做歐洲捉協裸牌 這件事 其實就在2008年已經寫得很清楚 是希望限制到一些 這個過份膨脹的情況 亦都希望不會令到球會 很短時間之內 就陷入這個財政的困擾 當然 萬成就應該不太認同這個理念 他們在這個財政上高 亦都是覺得他們有這個財力 應該可以這樣做 但是呢 其實在這個阿布達比入主之前的萬成 正正就是陷入這個危機 因為當時泰國的 當時的總理和有錢人 他信 他就入主了萬成 也都因為 入主了之後 就花了很多錢 在這個球會裏面 但是呢 因為正正他自己本身 也都捲入一些貪污的漩渦裏面 結果他就要退出萬成 萬成當時就是 那個損失 是3300萬英鎊 但是同一時間 他們的班主他信 就已經沒有錢再注資了 還有在同一年來講 英超裡面 20個球會裡面 有13個球會 都是有虧損的 OK 那麼結果 就有6個球會 在之後的時候 就陷入了一個財政的困境 因為他們的班主已經不能夠再注資進去 OK 但是萬成就不同了 萬成就有 所以那些班主 在那個時候 住進去 也都 令到萬成這個球會 完全改變了 對不對 因為他們也都在2002年 在這個英聯邦運動會之後 接收了一個新的球場 也都 令到他們的收入是增加了 就並沒有好像波利茅夫 或者 sorry 是薄刺茅夫 以及列斯聯或者寶頓 這樣陷入了這個財政的危機 也都沒有好像一個西班球會 馬拉加那樣 其實這些球會 全部都是因為班主 不能夠再注資之後 而他們的營運 本身來說 有經常性虧損 令到他們陷入財政危機 當時的歐洲足協的主席 帕天尼就說 這些負債的問題 其實就是一些 會計師要專注的東西 他們覺得 負債其實都可以是 投資的一部分 但是 一些營運的模式 每一個年度都是虧損的話 花錢太多的 就會令到球會 就去到一個問題 也都營運不到 所以帕天尼和他的官員 當時來說 就不會阻止一些 足球上的投資 甚至乎他們很鼓勵 一些長線的投資 如果班主的錢 是放進去擴建 或者做一些新的球場 一些清訓的系統 或者其他一些 球會的基建的話 就不會進去FFP那裡 好 其實歐洲足協 可以利用利物浦 這幾年的運作 作為一個典範 或者一個樣板 為什麼呢 在2009至2010年 那個球櫃 利物浦陷入了一個財政的危機 他們的班主 也都是Tom Hicks和George Gillett 在債務上高 是有些問題的 當年他們排第七 在英超那裡 亦都有一個虧損 就是2000萬英鎊 最重要的 他們當時欠 Royal Bank of Scotland 蘇格蘭王家銀行 2億磅的借貸 就是欠款 即是他們那年虧損 2000萬英鎊 但是呢 就欠 這個銀行 2億英鎊的債務 當這個財政的困局出來之後 RBS即是那間銀行 就正式接管了球會 在當時那一刻 現在的班主John Henry 就介入 以及在一個法律上 就打贏了這場仗 最終他就買了這個球會 但是他買這個球會的時候 他就很相信一件事 他是很相信FFP這個財政公平條例 是一個很重要 對足球的很重要的一件事 他作為一個 即是私人的投資者 他也擁有另一隊 美國的棒球隊 Boston Red Sox John Henry很相信 他的商務上的經驗 以及這個 無限亂禁賣球員 班主亂花錢去買球員 這件事如果不能夠 再發生的話 再實行的話 他們就有一個機會 是營運到利物浦這個球會 簡單來說 如果當時沒有這個FFP條例的產生 那些有錢的多數是郵王 就繼續可以無限量地 花錢去買球員 給球員的人工的話 John Henry當時就不會入主 利物浦的 因為他覺得這個系統 這個情況 是不能夠繼續下去 如果繼續下去的話 他是沒有機會 營運到利物浦這個球會 相反 由於他看到FFP 這件事已經開始實行 他就覺得 以他的商業經驗 再加上 其他的球會 已經不能夠亂買人 亂給人工 他就覺得 利物浦這個球會 是絕對有辦法 去營運得到的 大家現在看到 他們的確 是運用這個 營運模式 可以成功地獲得成績 亦是令球會 可以財務上高的 健康地發展 現在大約已經是十年了 即是 FSC買入了利物浦之後 即是John Henry的 團體 即是機構 FSC 他們就沒有 扔很多錢 進去買球員方面 這件事 我相信利物浦球迷 是最清楚的 但是 他們反而 就舉債 一億一千萬英鎊 就去了 建造一個球場的 加建 加建了球場 令到 Unfelo這個球場 其實很多年都沒有變過 但終於 由於加建了看台 那裡 就令到他們的收入增加了 因為可以多賣球票 對吧 亦都在買賣球員方面 很成功地營運 更加重要的是 他們成功地找到高普 來做領隊 這兩件事 合起來 是幫到球隊的表現 是很多的 利物浦從來都是 英格蘭裡面 一個舉足輕重的球會 但是 這個方式的成長 其實 就 令到他們 上一年 拿到歐聯的冠軍 也都今年 非常之 大機會 甚至乎 差不多 可以說 已經拿到他們很久 沒有拿過的英超錦標 這個 他們的概念 就叫做一個 平衡的競爭 是真的 其實他們仍然都 雖然他們的班主 沒有投入金錢 去大灑金錢 買賣球員方面 但是他們這個謹慎的營運模式 和這個FFP條例的實行 其實就間接令到他們這個營運模式 是相當成功的 比如早幾年 一些短期來說 其實一些有錢的球會 仍然是獲得很多獎盃 獲得很多錦標 但是這個無限的 亂灑金錢的形式 始終就未必是這麼長遠的 也都間接地 現在令到 曼城陷入一個 比較 模糊的狀態 究竟他們是否真的 要被罰歐洲賽 無得踢 究竟哥德奧納會不會走 究竟他們的球員 會不會走 另外 巴黎聖耳門 也是一個例子 他們不停地大灑金錢 但是他們一路的目標 這個叫做 歐聯 他們都未達到 但是相反 你看到利物浦 慢慢運用他們 很好的收購 買賣球員的模式 高普的加入 以及他們謹慎的理財政策 反而令他們 慢慢慢慢 一步一步 踏上成功 去年獲得歐聯 今年就肯定獲得 英超 歐聯和足球盃 仍然都在競爭的裏面 以及差不多 現在來說 可以說是世界上 最好的球會之一 應該都不是之一 因為他們拿了世界冠軍球會杯 對吧 所以這件事 正正 其實歐洲足球盃 可以拿利物浦 這個球會 去製造一個 一個 冒犯 或者典範 其實 在FFP的情況之下 球會 都絕對可以健康地成長 以及成功 這樣 這件事 真的非常有趣 這個報導 OK 大家不知道有否同意 多謝各位的收聽收睇 今次節目是這麼多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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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perceive 謝謝 rik